大家知不知道 帮人立完的水晶 用不需要告诉对方 带了水晶这么久都感受不到能量 我相信不是水晶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不要紧 上来找我Peter Sir 我一定教你感受到能量 今天又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有位家长问我Peter Sir 我想问我可不可以帮我家的小朋友立院 他近期的功课和学业真的很差 不要说小朋友或者其他 我帮朋友健康家人 有些问题 今天跟大家分享 一般来说 如果你立完 一定要找立完的水晶 记住 尽量要一个色 不要说我找一条这些 很多颜色的 能量是不集中的 OK 我们找一个紫水晶 如果你帮人立完 放在左手 首先记住 第一件事是什么 一定要做一个消耻的功夫 好地地 不然你不做这些 可能急不常失 对方可能会怪你 没有消耻 他有记忆的 好了 消耻了一支 放在左手立完 立完的秘诀就是 观赏 你脑海里面 观赏对方的眼、耳、口、鼻 他的形象就是对方的样子 记住 可以的话 尽量详细 尽量详细 有他的姓名 好 接着 譬如 如果你儿子 这个紫色的光 学业进步 或者你朋友 他失业 找不到老公 但是你很想他帮他 就是 好了 事业成就 大姻缘 亦都要有他的样子 各方面 好了 如果你想健康的 家人 爸爸妈妈 亦都是用白色的 水晶 亦都可以去观赏 但要记住 刚才我说了 一定要首先 做这个消耻的方法 因为你不做这些事情 刚才我说了 这样就很可能 问题会出现 但是记住 如果你所做的 或者是观赏力不够的 你亦都可以上来 Peter Sir 我会教你怎样去立愿 令到你 可以自己也好 你的朋友 亲朋友也好 都可以心想事成